位在彰化县二陵镇的喜乐保育院 最近这几年成立了水饺跟手工食品的庇护工厂 希望给身心障碍的朋友提供就业的机会 2020年2月27号中午12点 喜乐保育院人员还前来台中市一中商圈 举办喜乐水饺请进喝茶一中总店的开卖仪式 喜乐保育院院长也是马喜乐基金会执行长的林玉昌表示 真的很感谢社会各界的善心企业对于弱势团体的付出跟支持 喜乐水饺是身心障碍者的一个生产产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商品 那我们其实都要帮他们找通路 我们非常感谢喝茶人文茶饮 吴老板他很愿意开放这个空间 一中商圈这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他主动来联络我们 他愿意开放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寄卖我们的喜乐水饺 我觉得他们爱心全包了 喝茶一中总店的老板吴东流表示 他年轻气盛的时候经历很多风风雨雨 直到跟美丽三娘 一直以来就热心公寓的老板娘叶瑞飞结婚之后 才慢慢的把心定了下来 也懂得要对社会回馈 心存感恩 所以才会经常捐助大批物资 送给喜乐保育院的院童 最近又利用自己在台中市一中商圈 玉彩北路16号的人文茶饮馆 一卖喜乐水饺 而且一开卖 就吸引很多善心人士钱来购买 就想为社会出一份心力 我们有点一点点的小心力 可以造福更多需要的人 人家痛苦还有人比人家痛苦 我们的出发店是这样而已 我们做多少我做多少 希望我们这样做的影响更多的人 因为有吃过 所以说觉得很好吃 然后又可以做爱心 所以说就来捧场一下OK啦 哎呀顺便做爱心 喜乐公关长陈金秀说 喜乐水饺有高丽菜 韭菜 泰式香辣跟鲜虾等口味 一包20颗或30颗 可以说是便宜 卫生营养又好吃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购买 给产商弱势团体 多一点鼓励跟支持 让我们的社会 更加温暖幸福跟平安 记者陈文旭 杨清瑜台中报导 我们自己一看东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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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